另外我们来看的是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她似乎也要抓住年轻人的心 所以她去纪大演讲的时候 她有鼓励大学生要打工 我们来看她话怎么讲 她说曾经有个院长不赞同大学生打工 但我希望你们打工 躲在校园里当宅男宅女是浪费人生 她说打工一两个小时也应该很不错 这样子的话可以增加人脉 提升你的社会竞争力 那她讲这个院长是王建轩 大学生翘课去打工是贱卖人生的黄金 时间实在是笨死了 所以呢这个王建轩曾经说 尝到金钱的甜美 很多罪恶就是这样来的 她提醒年轻人 但是呢那我们来看 今天蔡英文叫大学生去打工 那郑宏怡她听了会做何感想 她会怎么跟蔡英文说呢 她说好我要先讲一下这个背景 因为当时我们在讨论这个陆生 开放来台这个政策 那郑宏怡批得很凶嘛 然后呢她就说 我都是因为看到这个大学生半夜12点 还得要去加油站打工 才能够读书 而且工作时数比上课时间还长 为什么经费不拿来补助台湾的学生呢 她说心里很难过 所以那个背景是这样来的 至于这一位呢 她台大校长李四成 她也曾经对年轻人说了 台大人的内涵和知识 当showgirl有点可惜 我们知道其实showgirl 而且是很受欢迎的showgirl呢 这里面就有台大的女学生 好那我们回过头来 再来看一看郑宏怡的时候呢 她还声了一句下的道歉哦 那么她还语重心长 她说她那时候啊 要这样子的批 不是没有原因的 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这一段谈话 台湾的年轻朋友这么辛苦 我晚上回家的时候 我晚上回家的时候 我去加油 我看到那个年轻人 他还在读大学 他晚上12点 必须要去加油打工 他才能读书 好可能有一些观众朋友 不太记得郑宏怡 为什么要声泪俱下道歉 那时候其实主要的原因是 他在为苏嘉全站台 然后呢在台上那时候 骂了三字经爆粗口 结果呢引来舆论一阵踏伐 那么当然呢 他可能呢 出来道歉这个压力就越来越大 那时候呢 他主要也是针对所谓的这个 陆生来台的政策 越讲越激动 结果就爆了粗口 那后来呢 我们刚看到他在这个 这个电视台的那个一楼大厅 在那边呢 这个出来道歉 然后呢还以待哽咽 都是说是为了台湾的大学生 创下你应该还有印象吗 当时郑宏怡是讲了粗话 然后被全社会骂 骂了以后呢 他就用这样一个理由 然后转移 可是我们也知道 后来大家去抓了 他的整天的每天的行程 包含他坐在那种豪华轿车里面 戴着口罩 然后甚至于 报纸回来去追踪报道 他根本没有机会跟那个加油站的打工人讲过话 但是他会这样子讲 所以我今天还是觉得 郑宏怡竟然那么的为打工而痛哭 希望他接下来的节目里面 每天就痛骂 希望大学生去打工的蔡英文 看他敢不敢 然后第二个呢 我是觉得蔡英文讲这个话 跟他前面那个一样 蔡英文当时到副院长的时候 有没有发挥关心在地经济 那时候叫做一乡一特色 所以我们就在各乡镇里面看到 很多有特色的文字馆 都是那时候浪费金元做的 蔡英文今天在讲这个时候 他去想他当年的一乡一特色 造成台湾多少的浪费 第二个呢 当年大学在图书的时候 我们记得是他自己接受访问讲的 只有两个人 一个姓蔡 一个是姓蔡英文 在读书的时候 他们是不需要打工赚学费 他们是唯一两个 有轿车可以开来上学的人 如果蔡英文讲到宅男宅女的时候 在大学没打工的时候 他其实在讲的时候 蔡英文这样的身份 你去想这种大学打工 我们倒不支持大学生去做一些不适当的 但是多少大学生 是为了家计为了学费 他们不得不打工 就好像被他们当来当风娘化 我觉得那些大学生心里一定很难过 是而且光晴就刚刚壮下也提到了嘛 就说如果今天郑宏怡 他是贫苦出身 然后他出来这样子说 你好像会觉得说有几番的道理 可是会不会就有人觉得说 蔡英文你是好野人 家境很好 那这个时候出来这样讲的时候 就会觉得听起来怪怪的 其实郑宏怡的确 他们是农家子弟 他写出的时候有曾经写过 就是说他要摸黑 然后去那个田里面去做事 他爸爸跟他有时候都在田里面昏倒 这是他出生家义农家子弟出生 但是你要看你的这个身份 跟你这个事情爆发了 你危机处理 你怎么去运用 如果你这段经历 反射在那些加油站的这个员工身上 你好像觉得我敢同身送 因为我是跟你们一样出生 我们都敢扣郎 但事实上刚创下那一段 就是他戴帽子戴口罩 然后媒体又去追 好像是柜台有去追 就是说加油站员工是说 他每次来加油的时候 95加满 或者98加满 没有时间去询问他们 到底你们为什么要出来打工 所以他这样子有点移花接木 转移焦点 那甚至就是说 他道歉是到爆出口 他到现在为止 到现在为止 他并不承认 陆生来台 补助那个东西 他有讲错 可是事实上 我们那时候也检视说 那时候马英九 他下给陆生的这个预算 是比陈水扁那时候 大幅的锐减嘛 所以就说这个是非公道 已经没有什么好讲了 尤其是把那个座表 把那个郑弘怡之流的 跟那个几个院长及的 教授及的放在一起 我觉得也非常的不对等 那我觉得 蔡英文她很显然的 就是咸金汤匙出身的 这样的一个 我们讲说一个富豪女 那过去连赞先生 常常出来就是有原罪 那你可以看到 因为我们常讲说 连赞也是咸金汤匙出来的 那时候原罪在连赞先生身上 哇爆发了无限无穷啊 穿个鞋子去勘灾 皮鞋人家就把他臭骂一顿 吃便当500块的便当 也是幕僚拿的 也是被骂 各式各样都拿来被骂 可是你可以显见 时空转移了 因为连赞那个年代 跟现在要讲世代交替 蔡英文这个年代 同样是富豪女 同样咸金汤匙 同样以前 这个读书时代的 飙车开那个豪华轿车 不用打工的蔡英文 他现在讲这句话 大家不会去检视 去比较情节 比较清楚去反馈你 你自己不打工 你怎么叫这些人出来打工 比较不会去这样看 但是如果我们 还是就事论事来看 因为我从高中时代 就开始打工 一直打到大学 大学我刚刚要念夜间部 大部分时间都在打工 是因为比如说 你去衡量每个家庭 尤其现在来讲的话 真的苦人家家庭 你不得不放下学悦 或者说你放下一半的精力 你出来打工 那时候是不得已的情况之下 谁愿意打工 所以我反倒觉得 这个事件去批 再重新把王建轩 或者跟其他那些人 抓出来是对的 这些人真的是 何不食肉米 真的 你如果真的是 不为经济所困的话 你当然在家 或是在自己 租的学生宿舍里面 或者说在 你自己的豪华住家里面 你打打电脑也很好啊 吹吹冷气啊 看看钱杂书都可以 不必打工 所以蔡英文 丢出这个议题 是显然就是说 她是强调 你看吧 你马英九上台 你经济还是没搞好吗 还是要有 那么多人出来打工 为家里的这个生活 所需所拼命吗 我看到这个问题啦 所以你们这些学生 不打工 你们过得下去吗 鼓励你们出来打工 我觉得她是这个用意 我认为 我认为这个 蔡英文为什么 丢出这个议题 是因为上一次 李家彤跟李世成校长 提出不同的看法的时候 这个网络啊 或是青年 这些青年人的反应啊 是非常普遍的反对 所以她认为 我如果站在相对的立场的话 有票 有票 但是我觉得 这样的讲法 我觉得也是太简单化了 但是我必须同意 这个光行的讲法 就说今天为了讨论 蔡英文这段话 又把郑鸿怡 当年那段话 拿出来对照 我觉得我们是太高台的 郑鸿怡先生 我觉得是没有这个必要 但是呢 我觉得要不要打工 我觉得李校长 两个李校长 一个前校长 一个现任校长 的讲法 没有什么不对哦 但是他们被批了以后 不好意思 还不敢回应 因为他们的讲法 就是说有些人 在学的这段期间 他们脑筋 吸收能力非常的强 如果把打工的时间 用来做学问的话 他们毕业以后 对国家 对社会的贡献 恐怕未可限量 他的讲法是这样 不是说每一个人 都不应该打工 所以呢 我们如果把大学生 到底要不要打工 其实可以分成说 应不应该打工 这是两类了 那应该跟不应该里头 又再分成两类 就愿不愿意打工 那现在这样 就四个可能 对 不好意思 你又拿回来了 所以现在就是说 应该打工 而且愿意打工的人 就去打工 但是你是不宜打工 而且也不觉得 打工对你是一个浪费的话 那你就不要打工 对不对 哪有那么简单的讲法 就是说所有的大学生 我鼓励你们去打工 这个也未免把他简化了 我觉得台湾到了选举的时候 政治人物都选择 非常简单的言语 然后用一种slogan 一种口号式的 就是要煽动大家的感情 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 好